我这个脚本来已经缺了两个脚趾了 那是两年前的事情 到了今年 新年之前 这个脚又开始而化 医生说 因为我洗剩久了 血管都该化 该化的血管不能通过 那个通到脚板那边去 所以脚板开始 坏死 黑死了 我就去做endogram endogram花了二十多钱 可是做不成功 再找这边的骨科医生 骨科医生就说要趁早 把它切掉 不然的话那个脚的毒啊 gangrene会延伸到身体全身去 王永平老师在平南独中担任体育老师期间 栽培出不少杰出运动员 他带领该校学生参加全皮力独中运动会 共夺的七次总冠军 成绩傲人 至于这次医药费 因为已经没有工作几年 所以经济比较接近 在有两位同学校友 听到我要动手术 他们都非常地热心 去帮我去筹一笔的款 这两位就是领伟群 而在新加坡的月企标 他们两位以前都是同关的同学 所以他们就发起了筹款 带动了以前陈安 很多的校友和运动员 捐款给我 我非常地感谢他们 也非常感谢所有的捐款人 不能一一道谢 就在这边跟大家说 谢谢 封凯 录西 你 对 你 你 你